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谈一谈这两天比较重点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中共要开展这个爱国教育这件事情 等会我们来介绍这个具体内容 有没有必要搞爱国教育 那么还有就是清华院长燕学通 中国不需要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不是教育出来的 燕学通大家都很熟悉他了 对吧 著名的和平台湾 就是那个核弹的和平台湾 就是他喊出来的 但是后来呢 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以后 他说出武统台湾只是一小撮人的幻想而已 这个武统台湾不是主流民调 只是一部分人是这么想的 他只存在于网络 不存在于中国主流社会 这个也是他说的话 那么这么一个燕学通说了这么一些话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对一些掌握流量密码的人 表演外国人在中国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可耻的一个事情 也代表了中国目前的社会思想的现状是多么的畸形 所以老兵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国家 没任何问题 清华大学是我国的顶尖学府 但是多年以来啊 清华北大培养的很多人才 最终都留在国外发展 所以也有不少人吐槽 清华北大成为了外国选拔人才的机构 因此有不少人建议 在清华北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那么这个对清华北大的这种 不好的看法 不是老兵来往一个人 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很多的作者都有这样的看法 确实是清华跟北大吸收进去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但是他们都是在为国外而服务 这里是西方在中国开的能力资源机构 劳动机构 把你中国最顶尖的人培养好了以后 为美国去服务了 所以说有没有必要展开爱国教育 当然有必要了 那严学通他在反对些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 不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和平台湾严学通却表示 他并不赞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因为爱国根本不是教育出来的 他认为爱国应该就像爱父母一样 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自然就爱这个国家 没有那样的生活环境就不会爱他 这跟教不教他教育有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特别不同意搞爱国主义教育 不仅如此啊 他认为普通人只需要有爱国的情感就可以了 不需要为爱国付出任何行动 国家的事不需要老百姓去做什么 其实按理来说 爱国的确不需要教育 而是应该每一个公民自发的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 也有的确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 没有经历过历史 也不了解历史 如果没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那么这些年轻人很难做到自发的爱国 而对清华北大这样的人才来说 更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否则祖国花重金培养的人才 等于是为别国做了嫁衣了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呢 这个言学通他说的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言论呢 对不对 今天西方的思想 西方的一切充斥着 整个华夏的社会当中 别人都已开外国品牌汽车 进口汽车 为龙为傲 背国外的品牌 那就是身份跟档次的象征 对吧 用一个什么英文名 就是很时髦 认识一些台湾人 认识一些香港人 认识一些海外的 那就是国际认识了 国际友人 要去跟人家搭讪 要去跟人家交流 学英语是身份的象征 今天会西方的生活方式 那是你阶层 这个摆脱了 底层了 你属于是高档物品了 是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说今天 孩子爱自己的父母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今天起来西方 他在进攻着你 让你的孩子 不爱你的父母 不爱他的父母 比如说爱上了 这个韩国的男团 爱上了这些明星 因为这些父母 去指责 而跟父母反目成仇 比比皆是 今天这就是西方可怕之处 他在用这方面面 意识形态上 在对你进行宣传 来渗透你 有些人因为爱上日本动漫 就忘了国仇家恨了 有些人看美国NBA 对吧 就认为美国那是伟大的一切 听那些美国音乐 HIPHOP 感觉那个很流行 很酷 你中国的音乐 都是垃圾 所以有没有必要展开 爱国主义教育 在学校里面 看着爱国主义教育 当然有必要了 所以严学通这个话 我是绝对不认同的 爱国 怎么叫做 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 普通老百姓 不要为这个国家 去做些什么 如果都能能像你们 严学通这么想 像你们清华北大的 这些垃圾这么想 一个个都 他们在服务海外了 不搞爱国教育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吗 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在进了清华北大 培养出来的人 都成为了美国的 罗斯丁了 那有没有必要展开 这个爱国教育 所以严学通到底在反对什么 美国国务 美国驻华大使 伯恩斯给了你什么好处 要让你说出这种话 而且恰恰是搞笑的是 这样的人还能当院长 还能公开的 在这里发表这样的言论 而没有任何的惩罚 所以我也说了 中国教育 现在整个教育系统 出了很大的问题 被渗透 被破坏了 现在的新华词典里面 连他妈倭寇 这两个字都没有了 坦然提到女性 就叫搞女性 弄女性 玩女性 玩 你有个玩字 后面会出现 一个小 一个小撇 一个符号小撇 女性 玩女性 然后呢 弄字 弄上的弄 后面也是一个小撇号 也是个女性 叫弄女性 窩 是对古代 对日本的称号 但是窩寇 这两个字没有了 原来都说 在14世纪至16世纪 活跃于中国沿海 进行这个 烧杀 劫劫的 这么一群 这个日本人 就称为窩寇 窩寇这两个字 也没有了 之前中国教育部 这个管理的 这些出版社 都是在那里 进行白左的 那种图片宣传 男孩露小鸡鸡 裤裆里面 那个鸡巴 那个格子图 都露出来 黑人 吃这个白人的手臂 中国跟小黑什么的 所以说 这些都是在被渗透 对不对 所以说 要不要开展爱国教育 我们来看看 研究中 他反对的 最近要看到 这个爱国教育 反对的是什么 爱国主义教育 草案内容曝光 增强港人 对国家和中华 传统文化的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爱国主义教育法 草案 今天26日 首次提醒14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 草案对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乔胞 等不同群体的 爱国主义教育 分别做出针对性的规定 官媒中 新网的报道 透露了该草案的部分内容 报道指 草案明确 国家采取措施 展开历史文化教育 和国情教育 增加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 对国家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自己维护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 国家加强 与海外乔胞的交流 做好权移 保障和服务工作 增进海外乔胞 爱国情怀 弘扬爱国传统 中新网报道指出 草案提出 国家展开 助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形态教育 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构建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这不是后面那些 其他的那些 这个比较官方的一些说法 我也就不念了 但是 这是一个好事啊 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不是说爱这个党国 不是说一定要叫你爱 由中共提到的 中华民族共和国 中共也没有那么的肤浅 他直接就说 让你爱的是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 这个族群 和华夏文明的这个文化 让你增加认同感 而不是你从小像香港 像澳门 台湾接受那种西方 被西方给他妈熏陶的 一切都是为西方 马首是三 国外的越料大又圆 一切西方就是强大的 西方一切都是牛逼的 西方就是先进的 所以有没有必要在课本里面 从小对小孩进行这种爱国教育 大中华主义的教育 当然有必要了 那么严学通在这里反对什么呢 所以我就讲了 是不是给了你什么狗粮 领了这个狗粮很欢快 他讲出这样的话 普通人跟爱国没有关系 什么普通人跟爱国没有关系 你这个普通人跟父母在一起 他对国家 所以他说我是这个国家 但是国家具体是什么 你不得告诉他吗 什么是国家 你得爱自己的族群 你得热爱自己的文化 就告诉你怎么去热爱 给孩子指一条名路 对不对 那有的人又说 这个是爱国吗 就要得爱党了 那我说过中共没那么肤浅 他没说就是你一定要认同 中共地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这么讲 人家就是说 你这个族群认同 国族认同 文化认同 变成了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对不对 你全部有了四个自信以后 你这个小孩 你看到这些老外 你不会觉得他有多牛逼 你才会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你进了清华北大了 如果这个爱国教育 搞好了 你进了清华北大 他学了这么好的 拥有全国最好的资源 学有所成以后 是为我们所用 为这个民族服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这里崛起的 对吧 所以我说过 这就是我前两天 我不是讲过了吗 我说中国现在 主要要去半殖民化 你看我一说这个话 马上这个爱国教育 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出来了 是不是 我当然这个不是说国家说是听了我的 而是说我有这种感觉 是要这么去做了 但你看马上这个政策就下来了 严学通 这个和平台湾的 反复横跳的这个跳梁小丑 他就说这样的话 不要搞什么爱国教育 跟普通人是没什么关系的 我操 尤其对你们清华北大 要开展爱国教育 清华北大里面都教了 都是些什么软东西 对不对 教了些什么软东西 你搞意识形态呢 我们来看看 现在中国这个社会 半殖民激行到什么样一种地步 俄罗斯大兵在中国带货 当假洋鬼子们掌握流量密码 从接二连几日 多个热搜词条不难看出 中国网民这几天最关注的国家 莫过于星期六 刚刚发生兵变的俄罗斯 事实上 从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乐度 在中国互联网上一直聚高不下 甚至催生出在网络上 靠人工智能换联技术 冒充俄罗斯人的假洋鬼子们 据澎湃新闻 红星新闻等中国媒体 16日报道 因为自称俄乌交战前行的 俄罗斯车程特种部队士兵 鲍尔科查铁 在抖音快速等短视频平台 发布多条在战场冲锋陷阵 攻占乌克兰 围剿美军武器士兵的视频 报道称 尽管视频标注了 电影拍摄影视剧情 也有明显的AI换联特效 但没有不少人信以为真 该男子还在收获30多万粉丝后 开启了网店带货 被网民指出 账号IP地址位于河南 说话时也带有河南口音后 他删除此前视频并改名 王抗美 不过该账号仍然被短视频平台 无限期封禁了 这条新闻过于荒诞 没能引起网民的严肃讨论 但鲍尔科查铁 并非第一个冒充外国人的中国网红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靠着外国人身份 跟着国际乐点 话题牟利的网红 相应无改的假老外 以中国的朋友们你们你好开头 红旗永远都不倒结尾内容 核心内容是在战场上 对乌克兰或美国视频啪啪一通打 这是巴尔科查铁被造假签 大多数视频的套路 以抖音平台为例 有非常多的 还有一个女的叫什么俄罗斯的娜娜 这个俄罗斯娜娜也是假洋鬼子 对吧 也是他妈的一个假老外 中国外籍网红 开山比赌就是谁啊 大山 大山 之后就有很多人 很多很多什么郭杰瑞 很多老外在中国牟利 拍中国马屁 说中国好 甚至在央视春晚 还有叫老外上去讲普通话的 这么一档节目 我说我们是不是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 所以我说过 中国还是一个什么 半殖民国家 今天是没有老外来殖民我们 但是我们的思想被他妈的 比西方文化给半殖民了 给殖民了 所以说 很多人都 你看今天荒诞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 扮演一些假洋鬼子 假老外 操着河南口音 在那里扮演车臣士兵 可以转那个盆满钵满 弄大钞票 能获取流量密码 所以大家想想看 中国今天这个社会 到了一种什么的一种 畸形的一种状态了 对老外 对这种西方 如此乐中于这一套东西 所以说 有没有必要展开爱国主义教育 当然有必要 有必要搞了 对吧 你天天的 弄几个老外脸就是高级了 外国就是蛮牛逼了 有跟老外比起 喝个照 喝个影 我他妈就是 有国际范儿了 认识几个台湾人 就认识国际友人了 那台霸子 他妈比土老貌 他妈必须在他们烂泥地里面 他妈必须在那里掉虾 吃着他妈的烂菠萝 你他妈把他们当国际友人 你脑子有毛病吧 还有人学那种台湾呛 恶心的要死 讲话讲那个 鼻鼻鼻鼻暖不暖的 恶心的一塌糊涂 都他妈那些你腿子狗日的 所以说今天 国家这个时候呢 确实是要这样搞 爱国主义教育 让他们知道 要有什么文化自信 你中国连今天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这么喜欢这种老外吗 假洋鬼子都能赚钱 都还分明不出来 那脑子他妈存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所以说真的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 去办知名化 谢谢各位支持